這一次的降雨除了累積雨量大之外 食雨量的部分其實也很明顯 也有明顯的短時強降雨 可以看到在今天的短時的強降雨 累積的情況是比較明顯的 可以看到最大的食雨量是出現在宜蘭 也是熱水分校 大同鄉的熱水分校 它食雨量是破百的 是116毫米 另外桃園跟花蓮也有出現 食雨量80毫米以上這樣的短延時的強降雨 所以其實短延時強降雨的現象也是相當明顯的 至於現況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來講比較明顯的降雨 第一個 我們主要的西半部的雨帶是逐漸的往北移 所以看到的主要的雨帶大概之上是在 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這一帶 也是現在比較主要在降雨的地方 可以看到淫封面的東半部地區 其實雨勢上來講相較於上午是比較明顯的緩和 但是還是斷斷續續有下雨的現象出現 至於未來降雨的趨勢 我們有趨勢圖上來為大家做說明 從趨勢上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的雨勢相對於往後兩天是相對比較明顯的 今天受到颱風外圍環流跟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可以看到其實在整個北部 東半部地區的雨勢都相當的明顯 可以看到隨著颱風的西移可以看到明後兩天的雨 都變成比較偏向東北季風在主宰的雨勢 可以看到我們的雨還是主要落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但是最主要的比較顯著的降水 還是會在桃園以北跟宜蘭 特別是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區這一帶 還是比較明顯 桃園以北跟宜蘭明天還是可能有局部待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大家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可以看到在禮拜二之後 可以看到水氣是明顯的減少 雖然北部東半部地區下雨的情況還是有 但是相對於禮拜天跟禮拜一明顯的緩和下來 但是還要留意 在我們的大台北山區 基隆北海岸跟宜蘭 還是有可能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請大家也是要特別的注意 感謝大家 谢谢大家